而许多确诊患者会服用清冠一号来缓解症状 花莲慈激医院也推出了中药草本饮 用六种中药还有两种草药熬制而成 不能算是药物但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而高雄医药大学更有研究显示 把传统的中药材金银花泡来喝 可以达到抵抗新冠病毒的功效 抓起一把晒干的金银花放进湖内冲泡热水 这杯金银花茶现在被证实可以帮助人体抵抗新冠病毒 这个金银花它可以抗病毒这个是我们研究的结果 结合那个黄芪都有这个效果 就是以茶包的方式就可以来饮用 真有这么神奇吗 高雄大的研究发现把草本植物金银花泡水服用 会在人体内产生大量RNA 可以辨识并且预防常见的登革热肠病毒等 甚至是新冠病毒避免染疫后遗症 不过也有专家提醒金银花不是万灵丹 因为性质偏寒 孕妇或是旌旗中的女性就得避免饮用 它可以减轻这个病情延缓病程 但是它不能当作是一个奇迹 把病毒完全消灭 无毒优偶 花莲慈悉医院也研发出中药草本颖 用六种中药和两种草药制成 深褐色的药粉倒进水中 冲泡搅拌后就能喝 些微中药味小朋友也能接受 经实验证时可以有效阻断病毒和细胞结合 当病毒已经进到身体里面的时候 也能减缓发炎状况 如果你是用泡的 大概是一天一包 如果你真的确诊了 我们建议会加量 大家熟知的清冠一号 可以有效缓解新冠肺炎症状 现在有更多中药被发现 可以抵抗病毒 增强人体免疫力 这位高雄花莲综合报道